陆军航特部下市秦良峰 三年前汉光演习时 因跳伞训练的意外 从1300尺高空坠落 奇迹生还后 颈部以下几乎瘫痪 但他挺过漫长的复健之路 现在不但能说话 靠着搀扶还能走一小段的路 展现出生命的奇迹 跟坚强的韧性 右手举起在额头轻轻抓着痒 对一般人来说很简单的动作 秦良峰做起来虽有些吃力 却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 因为他从高空坠落 奇迹生还 原本颈部以下几乎全瘫痪 经过三年多治疗复健 如今他不但能正常说话 手脚也能做出简单的动作 秦良峰在国军高雄总医院 复健师的帮助下 从不能走路到现在 可以小步小步前进 这每一步除了医院的协助 还有家人的支撑陪伴 他的父亲也在友人协助下 取得外骨骼附件器材 透过辅具协助秦良峰站起 坐下和行走时的动力 看见能再度迈开步伐的秦良峰 秦天仁形容就好像回到他小时候 牵着他走的感觉 只希望他能走得更安全 而秦良峰虽还无法自理生活 但他循序渐进 期望有一天能恢复健康 回到队上 秦良峰隶属陆军航特部 三年前在汉光演习跳伞训练时 因伞距没有完全开启 从一千三百尺高空坠落 虽然他的身体因意外重创 但他用乐观跟坚持活出了一条生命的奇迹道路 记者陈焕与许正均 孟昭全高雄报道 请谕娅全高雄》 和合体备